你明白哀家心思的就是你了 要是学会把头低下来 没准哀家还会更疼你一些 是你逼死了大秦皇帝 大秦留不得你 把他拖出去给我斩了 都说 你天下 最恨不过妇人心 你哪人像一个 大胆 你忘了 两宫并尊了 我看 这可不一样 让这张纸永远在哀家面前消失 你还给我 还给我 权力就是一切 你们男人为了权力纷争不休 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 五号皇太后驾到 这是怎么了 六爷呢 他呀 擅自闯入我的寝宫 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我一通 这事情要传出去 还真以为是我害死我儿媳妇呢 我呢 本来是想过来劝嫁的 没想到还是过来晚了 不过 我也是为这件事来的 现在宫里风言风语 说 你跟皇后病天的事有关 当然我是不相信了 可是为了解除众人的疑虑 所以过来问问 那姐姐你得赶紧查呀 我呀 还真盼着你早点查个水落石出 省得我来背这个黑锅呢 刚才我去昆宁宫问过话了 最后一个见到皇后的 是那个宫女上官师 可是现在 怎么也找不到她了 我也正在到处找她呢 你说 这淳儿刚走 这皇后又出了这档子事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只要找到了上官师这个宫女 不管是谁害死的皇后 艾家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六 今儿被你一搅 这水倒是更浑了 主子怕有人追查这事 让我送你出宫 这是主子给你的银票都在这儿呢 够你在外头受用一辈子 太后带奴婢真是太好了 那当然 不过走之前 你总得把刚才写的 那个字毁书给我吧 好 你再看一遍吧 我大字也不识几个 不过 你只要按照咱们先前说好的写就行了 那当然 我的戏做完了 后面可得有劳公公了 你放心 在你走了之后啊 我马上去女监 提个死球带你自杀 公公 你就送到这儿吧 我资格认的路 会跑得离京城远远的 你是不是有点头晕呢 是啊 是就对了 你 你下了药 主子 让我送你一程啊 皇后这样撒手而去 更留下这样一个局面 你叫哀家该怎么办 总是哀家有千般错 现在也只有在梦里可以相见 不过 人死了不能复生 这活人还得接着干事 当务之急事赶紧立寺 国不能一日无军呢 姐姐要当今立断 赶紧立纯亲王之子在天为地 不 这有违组织加法 有违组织 还不知道是谁先破的规矩 搞洋务是咱老祖宗的规矩吗 行了 你们就别争了 六爷 这事我左思右想 还是赞成妹妹的意见 其实 妹妹说的也确实是对的 国 不能一日无军呢 眼下咱大清 还有好几道难过的坎儿呢 毕竟现在事态紧急 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 现在我们大清 有多少疑人在欺负我们 如果我们三个 都不是一条心的话 恐怕这大清的基业 就真的要毁在我们手上了 将来到了九泉之下 我们有什么脸面去面对 列祖列宗呢 其实这田儿的阿玛和额娘 一个是你六爷的亲兄弟 一个是他的亲妹妹 与你们最亲不过了 我们将来也可以更好地培育和教导他 六爷 我懂你的意思 这田儿不是属于个人的 是属于咱大清国的 是属于我们仨 共同保护 共同辅佐的 六爷 你是大清国的主心骨 顶梁柱 我们富道人家 本来就不懂什么国家大事 外面所有的事情都仰仗着六爷 这大清可以没有我们姐儿俩 可是不能没有你六爷呀 是啊 这从今往后 还得多靠六爷您多多帮衬 对呀 什么通商啊洋务啊 六爷 您都静着心的去做 我们姐儿俩一百个放心 六爷 就算你信不过妹妹 也得信得过我呀 将来 这大清新军 就仰赖我们仨齐心协力了 我看 咱们还得商量商量 准备准备 看看这新皇上 登基大典如何筹备 六爷 一挨家看就这么定了 二挨家看就这么定了 上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宫女们伺候着 比这好多了 你就放心吧 不 不行 我昨晚上做梦 还梦到田儿 她进了宫以后 哭着喊着要找我 我只能听到她的哭声 却看不见她的人 她还说要吃绿茶点心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在安徽 跟别人偷着学做的那种 姐姐 你还记得吗 姐姐当然记得 那个时候 我们俩经常偷偷地跑出去找好吃的 天儿也很喜欢吃的 她每次都吃得好多 蓉儿 你要是觉得难受 那就哭吧 当初 我的淳儿离开我的时候 我也跟你一样 心里很难受 姐姐当然知道你现在心里面的感受 谁让我们都为人母呢 对不对 不一样 淳儿是你的儿子 他应当是做皇上的 天儿只是个贝勒 他不是九龙之躯 红双 谁说皇上不是九龙之躯 他既然已经是皇上了 以前的一切便一笔勾销 不管他是你的孩子 还是我的孩子 姐姐 我是太后 太后 你是太后 你不是我姐姐 我姐姐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姐姐像慈母一样把我带大 她是一个明白事里 言行有肚的人 我姐姐 我姐姐 我姐姐不会抢走我的孩子的 我姐姐不是太后 荣儿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荣儿 我姐姐 我不听 候不听 insanl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已经确认无疑 死者是英国共识馆的翻译官 马加里 他的尸体 是在云南腾冲发现的 他既然是英国共识馆的人 为什么不待在北京 跑到云南腾冲干什么去了 公使说他是去迎接英国一个考察队的 可本王接到的报告并非如此 据云南巡抚上奏 贵国马加里上校 带的不是考察队 而是两百多名 配备了武器的人 他们未经大清朝廷允许 也没有知会云南地方官吏 就擅自从缅甸入境 一路横行 还无故打死了我大清的百姓 这才引起公愤 他的死是咎由自取 你翻译给他听 不用翻译了 我还是用你们的话 直接和你们说吧 北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并且要求再派大清负责的官员 有英国公使馆派人陪同 一起到云南去查办 同时允许云渡当局 正式派出队伍 进入云南 第三是关于马加里的夫婿问题 折合白银十五万两 公使先生 咱们的谈判才刚刚开始 就这么结束了 两国蒙好 从长计议 是啊 从长计议啊 我只想问亲王殿下 yes还是no 那公使的意思是 意思是 从现在开始 五天之内 我等待你们政府的答复 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 那我会非常遗憾的 什么 五天 这 这不说话就到了吗 到了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开战啊 按理说 理在我方 英属印度派兵马来 名为探险 实际上是想燃止我西南各省 死了人 死了人 虽然是麻烦 然而是他们挑的信 总是英国人理屈 这年头 理屈未必辞穷啊 这日本人刚安抚好 这英国人又来挑衅了 总是谁的枪炮多 谁说话硬气 六 你们搞洋务也这么些年了 什么时候才能给朝廷提提气啊 臣有几句话想说 说吧 心证洋务重在持久 如果今天一知行之 而过后不能同心坚持 那就不如不办 是啊 就怕是今儿个说了 明儿个又不算 洋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条新政出来 马上就有许多人上本参奏 说大话空话的人 总是讨喜 想办实事的人 却总是手足无措 可也不能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就不办了 对不对 六爷 皇太后说的是 有皇太后支持 新政一定能够大见成效 先不说远的 就说跟前吧 这事怎么办 十五万两银子不算太多 只怕洋人会得寸进尺 那就先放着吧 等到了期限 看他们怎么办 王爷 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 向我们开战呢 王爷 刚刚得到的消息 英国公使维托马 下棋回国了 真的假的 不光是他 还有使馆的其他人等 都奔了天津了 王爷 真的要打仗了 这个围托马到底什么意思啊 谈判的时候不好好谈 扔起一句话就跑了 这是逼着我们答应他的条件吗 答应他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拿他们当回事 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威托马 把他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 他们是一厢情愿地把我们当了哑巴 硬要塞个黄连给我们吃 还想要耍前几年的霸击 把我们大清挡成什么了 看来 话虽如此 可咱们不能把他们逼急了 咱们大清 再也禁不起这么折腾了 王爷 前面就是英国驻天津领事馆了 据探子飞鸽所报 威托马已于一个时辰前进去了 干什么 赶快把我们让开 不来 你鸡咧咕咕的说什么废话 不管你车里坐着是谁 赶快让路 别耽误了我们王爷的大事 否则的话 我们大清有什么错 我就是大清的人 所以看着你的语言 人们说 大英国是一个国家的荣誉 我没见到你 对不起 买的 对 对 大清一 对不起 你了解 我都没见到你 还不在我 写案 我都没见到你 还有对不起 他都没见到你 Oh yes that's quick Oh yeah that's quick sorry sir Yes that's quick These days all team officials are afraid of us Except Prince Kong It was his preserving negotiation that brought about a big cutback in the convention of Peking come on this way please well he is the wise man in the empire of the great chain when conferring with him we must be very cautious 素颖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丽莎 我最近工作很不顺利 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是因为你有心事 可以告诉我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 是我工作不顺利吗 不 因为我从你的眼中 读出了仇恨 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再问了 我有一个疑问 英国人看起来是那么绅士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欺负 我们大清的人呢 上帝面前不是人人 平等的吗 苏颖 你的情形很不对 我觉得你有心事 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 好了 够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不错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而又是你 凭借和威托马的私人关系 介绍我进领事馆的 但是并不等于 你可以无休止地在我耳边唠叨 少全 现在情况如何 我已经全面封锁了租界的所有出入口 只要有人出入都会报告我的 威托马的下落呢 暂时没有找到 五天的实现已经过去两天了 威托马是避而不见 他是有意要让我们陷于核战两难的境地 关于现在的局势 你怎么看 以卑职所见 王爷 你应该做好战与核的两手准备 特别是要做好战的准备 这次英国人可是下了血本了 北京的公使馆 在两个时辰内全都撤走了 天津的领事馆周围也是戒备森严 特别是大骨口 军舰等待着随时调动 战就由他战 何血由我何 威托马就是跑到天边 我也得把他给揪出来 王爷 我觉得他现在就在领事馆内 他是摆好了龙门阵 看着我们去闯了 闯是不能闯 只能置去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看 怎么能把威托马 引出笼来 王爷 怎么样 属下已经查实 英国人确实在大骨港布下了军舰 沙密号和埃里文号军舰 每日真鸽呆蛋 威托马果然是要玩大的 周边国国有什么反应没有 各个国家都在密切注意 此次突发事件的发展状况 他们都很担心会爆发一场大的战争 英国领事馆内边了 有什么动静 丝毫不见动静 拨置下去 密切注意英国人的动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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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威托马找到没有 没有 他娘的 他不是要宣战吗 那我就先发兵 把他的使馆围起来 不可 王爷 外面来了一位姑娘 执意要见您 姑娘 是 他说有关于威托马的事情 要禀告王爷 找他进来 喳 民女 见过王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就是那天坐在领事馆马车上的 那位姑娘 不错 我正是在领事馆内工作 那你的来意是什么 我知道王爷 如果见不到威托马 就会引发一场战争浩劫 老百姓受的苦已经太多了 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重复发生 王爷信不信民女 自然由王爷来定夺 不过 我可以告诉王爷 明天 是见威托马最好的时机 威托马 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先告辞 慢 本王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虽然 是为英国领事馆工作 但同时 我也是大清的子民 我不希望这场战争 发生在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 王爷 如果情况属实 您真的要去啊 没错 王爷 您可要小心啊 我怀疑 是威托马设下的陷阱 再说 您不是 也看见他在使馆的车上了吗 恐怕他是威托马的手下 王爷 您可不要轻易相信啊 王爷 威托马确实是往教堂方向去了 被撤 撤 王爷 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同的呀 万一 有你们的教堂外守着 相信那威托马 也不会贸然行事的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阿万全笑我 你跟爹说说 什么样的人 是你心怒中的大英雄 是宫亲王 以后 不许这么说 宫亲王为国为民 他就是一个大英雄 他就是的 Father 要 我 你们 你 我 这 我 我 Lun Sang 闪 这是属于西馆 你吃过的 灵石馆 对 灵石馆 我记住了 灵石馆 这个是吗 这个 空属先生 别赖乌阳 你这么找到我的 我不想见到你 为了避免两国交战 就算只有最后一分钟 我也要见公使先生 这地方恐怕不适合咱们谈判吧 王爷 看来我带错地方了是吗 那咱们就出去 宋雲不行 你不能这样 那咱们就出去 原来那个宫卿王 就是你说的仇人 蜜莎 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你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杀他 你知道 这个教堂是谁保下来的吗 不知道 就是他 是他 是的 当初 大清的人都汝章烧教堂杀信徒 他们来到的教堂前 举起了火把 是公亲王派遣官员前来阻止 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他的话 背负的屈辱 将会更多 可他杀了我 可他杀了我阿玛 复仇不共戴天 可是大清需要他 听我一句话 好吗 我知道 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跟整个国家的苦难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 他 是 贵国政府难道真以为 两艘军舰可以躲过 我大清的炮台跟船舰 长驱直入吗 那好 就算你们闯进来 难道你们就不怕法国人 在背后给你们打黑枪 这 回头马先生 战对你不利 我倒也不是劝你 从此放弃对我们大清 心存的野心 我呢 现在实际上是来替你谋划 你们英国人跟法国人 现在正剑拔弩张 现在并不是你们 跟我们大清开战的最佳时机 是吧 好 就算是你们打赢了 恐怕你在你们女王面前 也不会得到笑脸 那你是向和我江河 河 河你也甭想漫天要件 我跟你说白了吧 我大清现在已经有了自个儿的炮队跟舰船 已经不再是任你们宰阁的高阳了 所以啊 我想你们还是 应该好好地坐下来 咱们继续谈判 用务实的态度谈 否则的话 一切后果自负 那么多小了 你们肯定是我们要做的 岭王爷 有个姓素子姑娘要见您 带本王去 撤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十五年前 你是不是杀了一个 名叫肃顺的朝廷重臣 是 我就是他的女儿 姑娘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一心自问 我平生没有错杀过一个人 不 好好 你容我说两句行吗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杀你阿玛的原因 把家放下 咱们两个 另找个地方谈谈 成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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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们都下去 这 下去 这 今天 我不能为我暗门报仇 我下不了手 我无地自然